大家好 我是肥佬 又來到這個星期五晚漫畫家看些什麼的節目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雅拉儀、周小茂、姚希倫和柳廣誠是做嘉賓的 不如我們請各位嘉賓介紹一下自己 雅拉儀先介紹一下你之前在海外連載過的作品 大家好 我是安威 我之前在台灣的日更Comics連載過實驗品家庭 然後出過彈痕本 後來在日本也有短時間連載了日文版 也是在那邊連載 暫時現在中止中 很厲害了 之前在日本連載過 我們再問問周小茂 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我是周小茂 我主力是畫原創同仁寺 如果說商業作品 2015年的時候出過一本圖文書 是講在甲租工廈 全名叫做工廈立集甲租團 但主力都是做原創同仁寺 Moses呢 Moses你不如說說自己之前出版過的作品 你好 我是Moses 我2018年就出了第一本自己獨立漫畫 叫封船演義 之後一直都是以漫畫為興趣 然後上年就有柳廣誠師兄邀請之下 有機會參加到Comic O第四期的創作 然後畢業之後也有短期試過在明報星期日生活 那裏做過短暫的連載 我們接著請剛才看過的柳廣誠 去介紹一下你之前在不同國家出版過的書籍 好 那第一本可能大家熟悉一些 就是和Rusty Lake 這間公司就是荷蘭公司 就是我和Rusty Lake合作 就出了一本他們原作 然後由我畫的漫畫 那就是世界各地都買這樣 那之後下來就是和法國的Pattahyo 出版者合作 就出了一本 我法文不是很好 其實我不懂法文的 那本書應該叫Fantasy Ordinary 我不懂 那就是在比利時、法國和香港出版的 那另外就是被消失的香港 那這本是台灣出版的 那之後就在香港也有得賣 那之後呢 都會變回做法文版的 在歐洲不同地方就出版的 那至於剛才好像姚喜倫提到的那些合集 都有不少的 就是譬如可能很早期 就可能漫畫大師班那些 就是作品集一、雜時代 又或者是之後 跟其他單位 就是格子合作的Comic O 又或者是明報 每星期出的星期日生活的連載 都是省點時間 總之是其他雜誌上出的漫畫 現在是不是大家給力子了 說多久 那當然了 我們當然讓聽眾知道我們今天請了什麼嘉賓出來 我們找了一些很年輕的漫畫家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找了一些有資歷的漫畫家 就令到節目的年齡層提高了很多 我今個禮拜就希望可以把年齡層拉低一點 所以我很想知道 其實在座那麼多位年輕的漫畫家 其實你們平時看什麼漫畫的呢 不如我請周小某說一下吧 基本上我什麼都看的 對不起今天集是否爆得粗的 我們是斯文人來的 但是適量的座語詞是可以的 我就是什麼器官都看的 基本上 除了有鬼的恐怖漫畫 就是沒有鬼的恐怖漫畫我是可以的 就是噁心、爆血、殭屍那些是可以的 是呀爆腸那些我都可以的 那最近看什麼呢 最近看 我想問什麼叫做有鬼的恐怖漫畫 你會不看嗎 就是有鬼出現的恐怖漫畫 善女幽魂你不行 善女幽魂也不是很鬼 有鬼 但是他不是恐怖漫畫 他是愛情故事 OK 有鬼的愛情故事就可以的 是OK的 有鬼的恐怖就不一般的 如果有鬼的愛情故事 我前回真的看了一套 叫做我想觸碰青野君 所以想死 那些 單憑你這個名字 我也覺得他非常獨特 因為他那個故事是說有個男朋友 就是剛剛拍拖的男朋友就死了 變成了一隻惡靈 就是兩個都是男主角來的 不是男女的 有男女的 女仔是人類 但是男朋友變成惡靈 於是就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挺精彩的 因為我很難說到一套 我最近在看覺得好看的東西給你看 就是少女幽魂也有 少年幽魂也有 成人幽魂也有 就是你想我講什麼類型的 成人幽魂就留在你在右台的節目那裡慢慢說 OK 我們今天主講一些黃度的 有些大家容易找得到來看的漫畫 黃度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通常都看很多是冷門的 我也挺冷門的 雖然我的冷門也沒有至於這麼誇張 例如最近我看了一套有連載的時裝漫畫 他之前有出過動畫 叫做 在天橋上微笑 對 對 我覺得不好看 我其實也覺得不好看 但我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會追下去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看男女陪對 所以我會很在乎 某一些陪對我覺得他們應該在一起 我會很在乎他們怎樣發展下去 即是你很想看到他們一起 那你就了解了一件心事了 尤其是想看到他們一起 至少去到某個位置 看他們怎樣描寫 他們越來越走在一起的過程 但不一定說到很死 例如好像 Sorry 例如結界詩的男女主角我都很喜歡 但其實他們最後沒有說到很死 但我也沒關係 過程中我覺得很生氣 即是你覺得結界詩男主角和女主角 可以討論 這一套又不算太多人會看 因為其實傑介斯是一套很平淡 但是有幾精彩的漫畫 我覺得他要有的東西其實也有 不過是最後收尾有一點創出了 他能夠收尾我已經覺得很好 因為很多連載時候不太受歡迎的漫畫 很快都會被編輯部勸退 他能夠在勸退的時間都完整到整個故事 交代回要交代的季節其實都很厲害 我們不如來問問Moses 你最近看了什麼書 我最近好像剛才我們開咪前走幾句說 就是我上班的studio 不知道為什麼我旁邊的格子 每個星期都會自動更新新的漫畫 原因就是某些studio味 你會自己買漫畫回去更新的 那些漫畫剛剛得那麼巧就是香港出的一些博裝漫畫 我相信我們之後的時間都會再碰多點這個題目的 但是最近就看鄭健和出很多短篇 例如薑絲 薑絲有奴約會的前傳 還有路西法是新短篇 我看了路西法的 我是看完頭一兩期 我想快點出第三四期看那幾句 我覺得都幾特別 作為一個短篇故事來說 最近看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日本漫畫我比較少 但我最近好像聽到有套漫畫 今天早上也聽到同事跟我說 就是說有套主角是一個星星和人類的基因混合出來的主角 他的樣子很噁心 你幻想是半人半星星 我完全忘記什麼名字 我剛才嘗試問同事叫什麼名字 但完全不知道什麼 但我覺得很有趣的概念 如果有聽眾能夠提供這套漫畫叫什麼名字的話 我非常之開心 劇情是說什麼 劇情大概是說這個作為不是人 也不是動物的主角 他有一個超凡的智力 不是人類的智力 整個社會如何去接受 或者如何去接不接納這個物種 又或者究竟何以為人 這個概念就在這本書上探討 我覺得挺有趣 他就說剛剛新年載 所以我也… 新年載來的 難怪我沒有看到 我多害怕 我以為我掉了 什麼出版社 不知道 我嘗試在問同事 我希望他可以快點答我一下 搜尋一下 喂有 達爾文事變 我叫做達爾文事變 聽過 這套果然是新的 我完全是未接觸過的 希望我們能夠盡快找到資料 可以一會兒餘下的時間討論一下 但最令我驚訝的是 竟然Moses你有看博裝漫畫 因為我昨天跟周小某聊天的時候 我是一口咬定 一口咬定 除了周小某之外 其餘三位嘉賓是沒有接觸過博裝漫畫 其實我本身挺喜歡鄭健和的東西 譬如之前西游和野狼 是因為野狼月馬尼斯 你完全令我掉爛了眼鏡 除了和仔 我都是因為看那個圖 就少一點 我比較偏向他畫的不同作品 我都覺得挺有趣 挺有趣 其他我就少 我不會看完全部 然後選一個我最喜歡 就是這樣 但你也有看過一下 有看過一下 辣過一下 我也有看野狼月馬尼斯 我剛才也聽到柳廣盛有接觸博曼 但我不是追劇那種心態 就是買一兩本看看是怎樣的 就是我都好奇 究竟大家講話講話是什麼 我就在街上買一兩本上來看 所以你說劇情我都了解不了太多 因為都是中間很斷開的看 所以都是看它的分鏡 買了什麼呢 買了哪一本呢 記得不記得 很久之前 漫畫大師班那陣子我就隨便買了 那陣子還有一些 那陣子還有一些 再之前買過一本風雲 很隨便買 啊 然後再後期就是 因為鏡頭幫過牛腦畫一期封面 然後又當賺片鏡頭買了一期來看 所以就是薄妝又買過兩本 然後不是薄妝的話 就是李梓聲的射雕什麼 那個漫畫是 《射雕英雄傳》 我有買初頭後尾到 在外國漫畫沒買 除了博曼這些 其他的漫畫你比較喜歡看哪些 或者最近在看哪些呢 我最近都是雜色的 但是分類講的話 日式漫畫最近就追開《進擊的巨人》 還有另外一套就是《Doctor Stone》 想不到你會看《Doctor Stone》 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科學的人 所以我喜歡《Doctor Stone》 因為我小時候看那些百科傳書 但是我覺得很死呀 因為那些知識那種 沒那麼活潑 《Doctor Stone》就可以 無緣無故建立無線電 他又可以保持那種 日式漫畫那種有趣的語言 但是你又不會失去 你不會失去興趣 你不會覺得他是很硬色的 塞一些知識到你的腦袋 而是他本身是打劇情 還有那些很有趣的人物設定那些 但是《Doctor Stone》 其實我一開始看都覺得挺有趣 因為我很喜歡玩荒島求生類的鏡 所以他由零開始起東西出來 我就覺得很開心 但是他一開始打 要有得戰鬥 跟奸角對打 然後我就覺得不好看 然後就停了 我遲你一點 我是去到他 開始找太空船那裡 覺得有點崎嶇 還有我忍受不到他那些笑偉的表現手法 都可以這樣說 你明白嗎 因為他那些笑偉很老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那種 Old School的Gate位 超級Old School 他好像逼你要笑 但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他的受眾 因為其實這套漫畫是比較小的小朋友看的 小的會看這麼Old School的笑位嗎 可能只是Old School 然後就總是要做一個 特地做一個奸角 是要反對科學 這樣 我就覺得這些位置是有一點點夾眼的 即是 是的 他變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黃道 總之劇情 有些搞笑 我會說有些搞笑 我會明白他需要賦予一個很黃道的formula給他 令到大家是有一個追下去的心 不過我自己是因為本身很喜歡科學東西 然後又因為覺得他用一個漫畫包裝出來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挺不錯 即是我自己至少因為本身作為漫畫 就算不管科學那些東西 我都有一些追看下去的意欲 再加上本身那些科學知識 我都想知道 所以就繼續看 這一種出發點我都覺得挺好的 不是我只是想說 因為我沒有看過這套 但是他同一個作者上一套是Ishel 21 不是上一套 他中間有出過其他東西 就是 杜汶李一郎 就是那個原作者 是 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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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想問是兩邊那個笑的位置 為何構成這個笑的位置 你覺得問題的原因是出在畫的人 還是寫故事的人 畫的人那裡 因為杜汶李一郎上一套是 我忘記了 Origin Origin 他有寫過其他漫畫 是沒有那麼老的 那個表現手法 所以我覺得是表現手法 我覺得他寫 他之前我看 第一次接觸他的漫畫 是 《最強不良傳說》 《最強不良傳說》 我覺得那個畫風和那個故事是適合他 我覺得他說少年東西 是有點格格不入 自己 我和阿成 我看了十幾期的書 我和他一開始一樣 我覺得挺搞笑的 就是用科學的東西去求生 或者 用了劇情怎麼解決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我也想知道 但對我來說 他後來沒有那麼吸引 是因為他實在那些東西太容易得到 一想到出來就得到 然後就搞定了 基本上是叮噹的 按個按鈕 有啊 有法寶 沒有了一個困難度 就好像吸引力 追看性少了一點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看的時候 又會覺得 哇 有沒有那麼巧 旁邊就有這樣的物料 給你這樣用 是不可能的 如果這樣聽就很容易同向 但我又會覺得 如果真的很寫實地說 這個物料是很久才能找到的 那劇情我又會想 會不會拖到大家不想看 我自己又在想 他作為一個作者 他會怎樣平衡這回事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兩邊 一是很寫實地 但是很悶地 告訴大家 是真的很需要逐步逐步找的 第二邊就是 啊 就是這麼巧 旁邊就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他之前 一開始找的東西 會比較容易 就是比較簡單 你總覺得接受到 後來他到 咦 開始玩無線電話 他要找這種金屬 那種金屬 然後之後 有什麼可能 他們本身的人都在東京 我當板塊移動得很嚴重 你都不會突然有這麼多 不同地方才能出現到的金屬 在同一個地方出現 我會用一個漫畫 邏輯去理解這件事 我會規律一些很不正常的東西 或是一個動漫邏輯 情需要 我會歸咎於這樣 可能他有些失敗一下 我都覺得好些 他好像沒失敗過 每次都成功 太成功了 不是很高 很快手研究一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一套的取向 如果偏向兒童向的話 其實他真的不能失敗太多 他每一次都要很完整 順利地介紹到某一些科學 才能吸引到小朋友 他下個禮拜繼續追看 我想問 因為剛才看來講的 都是比較偏黃島的漫畫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看 我推的孩子 沒有 沒有 他是一套我現在很想推的漫畫 那他的作者 我有聽過日文書名 我Cinoco 他的畫家 就是人渣的本源的畫家 然後原作者 就是這個 一個 徽爺公主 甚麼 agrade 徽爺收穫 徽爺會長想讓我告白 DO processors 這是如果出現在的一個 White Four 這兩個人的合作 那部徽爺那一套我還 crear 我覺得挺精彩的 因為他講的偶像 首先講有一個人喜歡的偶像 就是一個女艾奏 然後 總之那個主角轉身變成這個idol的兒子 就是他自己偶像的小朋友 然後那個偶像就死掉了 抱歉 沒問題的你可以繼續 他媽媽就死掉了 然後他就要在這個業界裏面向上爬 去找出殺他媽媽的兇手 這套也是一套轉身故事 但其實轉身的部分是不重要的 他主要是主角的心智比較成熟 去找這個業界裏面的黑暗面 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我想向大家推薦 他看起來好像少女漫畫冰冰眼 但其實他是一個職業向的漫畫 我們今天先認識到兩套新的漫畫 先有Moses介紹的第二問 然後現在周小某介紹的什麼名字 我推的孩子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找來看 我還有很多漫畫想推介 例如呢 《歷經緣陰》有沒有看 Chioli Experience 他是講 應該大家有沒有看 我嘗試講一些大家有看的東西 其實 因為其實我不是 如果大家有看 我近年來不是經常看新漫畫 Chioli Experience 《歷經緣陰》 因為他還沒出中文版的 漢化版就是《歷經緣陰》 不知不知道是多少名字 他的分鏡很厲害 這一套是可以說是 你看得到音樂的漫畫 對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熟悉音樂 因為我對上一套看得到音樂的漫畫 已經是《歷經緣的森林》 比較久一點了 《歷經緣陰》就簡單一點 是講主角光環加持底下 他可以彈得很厲害 但《歷經緣陰》這套比較黃度一點 主角原本是很喜歡玩音樂的 但後來因為一些原因就停了 再遇到 等一下 我想看一看作者 再遇到一些奇遇 就開始了他的新歷程 我想看這套 好像不知誰在Facebook分享了那些分鏡 那些分鏡很瘋狂 但我現在找不到一集是有很瘋狂的分鏡 都去到差不多中段 《歷經緣陰》練了一排才會很厲害 慢慢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這個作者 在找一些很厲害的分鏡 這個不夠厲害 也不夠厲害 他們第一次齊人上台演唱的時候 不知在騰騰騰時都爆了那些浪出來的那一種 我看得整天都覺得 這本不是單學的本是浪費的 他那個頁面分鏡的構成 形容不了 我是熱切期待這一套動畫化的 對啊 出了幾期 這個其實都是五六期左右 很少的 但其實他很有創作動畫 首先他那個畫風成熟 故事成熟 還有每一次 因為他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每一次他想很厲害表演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技能去發動 技能發動有沒有那麼厲害 他在進入那一刻就是技能發動 我們不如說回故事那邊 我們說了很久 那是劇透了 不是很簡單的故事 就是他這個世界觀裡面 首先我們現實中的一些很厲害的音樂人 其實有很多人都是二十多歲 二十八 二十五 二十七 我記得是一個範圍的 之前就會死了 就是現實中 然後這些歌手 這些樂手就會上了一些現代人的身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之下 女主角就被人上了身 他叫什麼名字 給玲雲 我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 總之他是彈Blues 彈Blues很厲害 我總是不記得 然後我老公還說是誰 我從小聽到大 爆炸頭的那位大叔 然後他中間就會遇到一些不同的歌手 就好像之前出現過 其實這一套 的確如果你是有接觸音樂 或者你有玩開結他的話 是會非常有共鳴的一套漫畫故事 而我就算是沒有聽到音樂 我看畫面的時候 我看到音樂之後 覺得很厲害 然後馬上播出原曲 你是會馬上找的嗎 我會 我會專程播完之後繼續看 我是看完才會再聽 因為我很難同步 我多數都是做完一樣才一樣 我當他是背景音樂 如果不是我會看著畫面 我不知道我腦裏面的音樂 和真的音樂是否會配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套真的很強烈推介 給喜歡漫畫的人 我也非常強烈推介 因為很少看音樂漫畫 是看到有戰鬥漫畫的感覺 介紹一下多次的名字 漢化的名字叫做力經元音 力是越力過力 經是越經過經 元是琴元森林的元 音樂是音樂的音 其實我們待會可以在留言 留下一個名字給大家去參考 或者找你看一下 除了周小貓提出這一套之外 Moses呢 你有什麼特別想推介的漫畫 最近介紹給朋友看 我們繼續說日本漫畫 我又說其他地方 沒問題 因為一定是最冷漫的 應該沒人知道 因為有一陣子又不是這期的 但有一陣子我就在想 究竟Graphic Novel 和Comic有什麼分別 但當時就想看一些類似Graphic Novel類型的漫畫 多數是歐洲或者美國 當時就找了一本 我們如果說Graphic Novel 大家都知道是那些什麼鼠族 Watchmen 大家都一定知道 你畫那種就是Graphic Novel 我會當是 但有些人會說你畫那些不是什麼潰伴 我就會很傷心 當時就找了一本 是美國的Graphic Novel 叫做Pride of Baghdad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它是叫Pride就是P-R-I-D-E Of就off Baghdad是一個城市的名字 B-A-G-H-D-A-D 其實它是一個動物的反戰漫畫 就是講Pride of Baghdad裡面 有一個動物園有幾隻獅子 就是有一次 因為當時美軍就打中東 伊拉克、敘利亞的地方 然後就炸到動物園 就爛爛了 那些獅子就要逃出來了 其實是真實事件來的 真實發生過的 就講這些獅群在城市裡怎樣生活 都可以很快看完 因為它是 我們Graphic Novel的其中一個分法 就是它有頭有尾全部很完整 如果漫畫有機會是連載 這一套就很快 你會很快一兩天都看完 我覺得都算是挺特別 挺有趣的經驗 因為我們如果 尤其是香港看漫畫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看日本漫畫為多 可能有時候會看港漫 但是好像看外國 如果你不看Marvel DC的話 好像會比較少碰那個範圍 所以這一套如果大家想看一些比較歐美 有一個完整故事的漫畫 又可以嘗試看這些 因為都是比較寫實 亦都有一點發人心情的道理的作品 貼近一些現實 其實Graphic Novel 我試過問過一個法國的出版人 其實他也說服不了我到底Graphic Novel 還有comic的分別在哪裡 如果說字的數量 我又覺得不一定 因為尤其是剛才你介紹這本 我們剛剛搜尋了 其實他的文字量也不是那麼多 然後如果說他講的內容 會比較貼近文學 但是comic有很多都是文學的 comic不一定要是很商業 Marvel式的才是comic 所以我跟那個法國人討論了一會後 之後都是沒有得出一個答案什麼 怎樣的界線是Graphic Novel 怎樣是comic 其實我覺得這些定義 都很難非黑即白分得勁開 就是勁開的意思是 大家完全沒有overlap的位置 但是我覺得這些turns 是實有overlap的位置 而且可以很大 我都… 我會覺得… 可能因為大家不同國家的歷史不同 所以他們自然就有自己的叫法出來 這樣… 就是我都有遺跡下 就是Graphic Novel 這個 term 怎樣來的 就是類似都是他們想由comic 這個 term 到分分分分分分開 其實這段歷史就是少少近似日本 就是有一群做劇畫的人 想跟漫畫的人分開 就是可能做劇畫的人就覺得 就是做漫畫的人好像很探討的東西 就是當時五、六十年代 就是當時都是很手松自從畫的 而同向漫畫 那做劇畫的人就覺得 這個題材實在太… 就是合責了 我們想做一些很成年題材 但又不是那種成年色情那些 而是想突顯好社會陰暗面那些東西 但是現在… 如果搬回到現在的框架來看劇畫 其實都是可以包分在漫畫裡面 因為譬如死亡筆記 還記得一個人 其實這些都是已經是劇畫 就是可以這樣定義 都是劇畫的一種 因為又是可以很探討社會陰暗面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都挺難分的 而且就算看完維記都不會說很清晰 我看完都會覺得 都是一個… 不會有很梳力的定義 對我來說… 出版形式可能會比較合訂本一點 還有你說其實漫畫裡面 就是comics裡面 其中一種是graphic novel 所以… 那講開這些不同類型的分解 我們立刻硬兜兜回去 講一下本地的博裝漫畫 剛才看到原來在座幾位是有看 我真的大失如算 我打算在那裡是姚武揚威的 其實你們… 野狼與瑪莉當時在台灣有個漫畫論壇上有很多人傾氣 所以我才有看的 有一段時間我很多時接觸的漫畫都是由看台灣論壇那邊知道的 原來我發現原來有很多台灣人都有看廣漫的 台灣是一個挺大的市場 也有多於廣漫 但是尹拉兒你看野狼與瑪莉是由第一季開始看電影 即是第一輯 有很多時候都可以說格鬥 說打打殺殺 說很多 那個分鏡我又不太懂得看 然後… 還有漫畫也有時候會覺得很難看 或者很難分到怎麼看 我想如果真的要看都可以看到的 但不是一個吸引我的畫面 糟了 不要緊的 你可以直接說的 應該沒有人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根據Manson說 沒有什麼人在做的 所以可以繼續說的 沒有做就說就行了 有很多武鬥那些實在太神奇了 有些很厲害的招式名字 什麼《超級無敵我愛你》 《超級無敵我愛你》這一招是經典 我相信它是經典 但只是很難令我有一個想知道 很難令我有一個想知道前面和後面發生什麼事的那種想法 但是野狼比較有一種劇情在這裡的感覺 除了野狼這些比較短的你會容易入手之外 是不是長的那些其實吸引不了你 不好意思 完全沒有感覺 如果你突然間塞一套你推薦的放在我面前 我也會接近你看 除了野狼與馬利其他就沒什麼看過了 待會我會誠意推薦你看一套我會放在你面前 好 那Moses呢 Moses我也很驚訝 你的外表絕對不配拿起一本服裝漫畫 昨天我問肥佬今天會說什麼 然後他問問大家有沒有看博妝 然後他再補一句 我覺得除了你之外應該其他人都沒有看 然後我說是嗎 然後他說我把台詞翻出來 把台詞翻出來 把台詞翻出來 等一下我突然醒來我還有看過有個月台那一套 那是否同一套 也是 他說博妝那一晚不型吸引不了柳公子和姚希倫 哈哈哈哈 這個我覺得很難 不是啊 但其實博妝也有點型 博妝也有點型 我自己沒什麼成見 我自己很歡迎看任何漫畫 就是不會說 是 我說整個博妝中性格 就是不會說有個印象在 就是我不會就是不懂 那不懂就看 就是我自己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又沒有很抗拒的 我都是 但又不是很感興趣 因為我都是想知道漫畫有這一段傳作 那就去看看 是的 我想也一樣的 就是沒有分別抗拒 只不過是我覺得因為漫畫這件事 它的主動性很高 無論你是去買去接觸還是去看的過程 你都是要很用力的 首先你要自己去找 然後每一頁要揭 那我自己都被自己驚訝 因為我自己自問 我上來之前 我都覺得我應該是在座這麼多人看最少漫畫的人 但是又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突然之間 原來一直都有斷斷續續看漫畫 那天是廣漫 那我想我自己都是因為 我會看到鄭健和 我三個名字我就會去看 那你說除了野狼與瑪莉 瑪莉這些短片之外 就剛才說說風神 就是他畫那些 我不知道主編和畫是有沒有特別的分別 總之掛著他的名字 是的 那就是風神紀和西游都有看的 風神紀好像也看了大半 那你也看了很多 我覺得挺好看的 就是有些時候就是這些 我是不是叫黃道漫畫呢 我覺得挺特別的 就是有些神魔妖怪神仙那些 我覺得挺喜歡 因為我自己 我想可能背景問題 就是自己本身喜歡那些比較 那些叫什麼 香港漫畫就是可能其中一個途徑 會畫到這些題材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看《山海》什麼 《逆戰》 《山海》 我那本叫做《逆戰》 還是《山海》 我以為你想說《山海力險》 《山海力險》 我以為是講《山海》 所以他要接受給我 因為你說那套《西游》 是看《西游》 因為《西游》是講神怪的東西 我也是因為他有講妖怪所以開了 但是因為另一套《山海》是什麼 補充一下是龍哥的《山海逆戰》 是《山海逆戰》 是沒有講過名字的 是《幽福龍》的《山海逆戰》 因為他是打正旗號 是講《山海經》的怪物 那這套你有沒有開 這套反而沒有 但是本身《山海經》我都承認 是一個很廣大的題材 我很喜歡看《山海經》 我喜歡拿著《山海經》來揭 是的 這些怪物很有趣 但是我懷疑可以回去看一看 可以開來看一看 但是我想說是不好看的 可以看一下 他裡面有那些怪物 但是我覺得他的表演不好 所以我很快就剪輸了 除了這些比較現代的博裝漫畫之外 Moses你有沒有接觸過一些比較古老的 就是舊史那些全部耍功夫 舊史就不一定耍功夫 或者黑社會那些 古惑仔那些 舊史有很多不是耍功夫 因為我自己的狀態 我一想舊史香港漫畫 我全部只想起那些 《龍虎門》和《古惑仔》 差不多兩本都結束了 《龍虎門》還在 《龍虎門》還在 我真的不知道 《古惑仔》已經可以進入歷史的一頁 因為純粹我沒有看開這些東西的習慣 反而小時候我看過那些什麼 什麼爆笑什麼 爆笑王 有本事叫爆笑王 有沒有人有印象 A5的尺寸是七仔買的 好像有見過 算是有一點點屎井一點 低俗一點的題材 證明了我們之間是有少許代球 沒錯 是不是有少許代球 有印象見過 但是我不會拿到兩手 爆笑王是放在Coco旁邊 Coco當時好像在買十多二十元本 爆笑王是在買十元本 有時不要太多錢 唯有是買爆笑王 不是買Coco 不可以這樣妥協的 小朋友 你一提到Coco這本這麼長壽的 本地漫畫雜誌 我又想問問在座四位嘉賓有沒有看過 有 我由第一期開始買 很厲害 為什麼你會是 第一期開始 創刊好開始買 證文仔要多謝你 多謝 不用客氣 我小時候 我有投稿過 現在你們找到的話 我有投稿過 有些動者 有登過的 那我要問阿姜 我真的要問阿姜 阿姜有 應該只有她有 糟了會爆了她的年紀 爆了我的真實年齡 阿姜也不是一開始就連在家 他不是最早 他也未必是第一期投稿 但是那時候阿姜應該還未開始連在 因為我看的時候阿姜也未開始連在 暴露年齡 我看的時候開始連在 我和你差不多時間 差不多大 如果你暴露了年齡 我不介意的 其實Coco這麼多不同的作品裡面 你比較喜歡的是原創故事 還是買版權回來找香港人畫的故事 劉岡誠先吧 因為我自己其實不只看Coco 也有看快樂龍 然後快樂龍我是喜歡看 香港原創就是截止戰士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截止戰士 那個不是台灣的嗎 是嗎 不過我是喜歡截止戰士 截止戰士才是挺好看的 然後之後 但我又很喜歡看買版權回來 就是拳王這些 還有我覺得Coco和快樂龍 對而言是意義重大 因為我自己在日本長大 之後中間斷了一年在大陸生活 突然好像跌入了這個黑暗時代 沒有東西看 之後就覺得是否… 當時我很小時候就在想 是不是除了日本就沒辦法看的 誰知道來到香港之後 隨便入七仔就有這些 我曾經看過的漫畫 只不過是中文我看不明白 但我至少很喜歡 很救了一命的感覺 有得看回我自己小時候 喜歡看那些東西 嗯 尤拉兒呢 你有什麼 我突然間勝起 我不是挺喜歡 糟了 作者應該是力奇畫的Yoyo漫畫 Yoyo也喜歡 蜂魔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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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作者是同一個人 但是他最初在Coco連載的時候 是畫搖搖的漫畫 我馬上寫上網訊息給他問 立刻幫我幫他打招呼 還是力奇還是麥克風 麥克風他畫另一套召喚王 但我不知道他好像有一套原創 但我不記得名字了 我自己在日本是看Coro Koroama Coro Koro是小學館 然後快樂龍就是比較代理多些小學館的東西 Coco代理多些港談社的東西 Coro Koro代理的 我記得多數是Bombon 就是日本 是啊 是啊 當時我是喜歡看Coro Koro多些 但是因為 我喜歡Bombon多些 其實我是被迫著看Coco 所以就知道港談社也有一扇漫畫 其實那時我看到Coro Koro 因為快樂龍的全名是Coro Koro 快樂龍 之後我那時覺得他是老了Coco 哦 因為那個字形好似 Coro Koro反轉就是Coco 哈哈哈 但後來才知道原來Coro Koro是先的 反而Coco才抄襲了他的字形 原來是這樣 但那時我小時候第一套看的漫畫 應該就是Coco 《拆膠四驅斜》 然後我看到這本雜誌有送《拆膠四驅斜》 於是我就買了 然後就開始看 然後裡面有一個故事的畫風 非常吸引我 就是力奇畫的拳王R2 就是這套作品把我拉著入腐壇 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維奇也沒有想過 我已經跟他講過一次 我相信他完全沒有想過 不是 因為他畫的驚和鞍真的很爽 然後就令到我忍不住幻想他們之間的愛情表現 於是Coco對我來說就變成少女漫畫 哈哈哈 我開一集給你講少女漫畫和BL漫畫 這裡可以開一集 可以可以 那Moses呢 我也是 我一想一想 你也是看BL在Coco 就沒有這個 但是風魔幻想也是BL 是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 他兩個開啟了符輪眼什麼都是 我沒有 我先來我沒有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但是那時候也覺得力奇畫的東西很帥 有小時候一定是跟著一些型格畫的 有跟著畫的 但總是畫不到這麼帥的 我記得《風魔幻想》裡面有一隻是蝙蝠嗎 吸血鬼嗎 還是什麼 你說藍耳 那是藍耳來的 我經常以為是藍一 我發現原來可能我自己很喜歡他 總之有一點金帽 有一點金帽 他應該算是主角二號那種 主角是藍色的 用光劍的 我覺得兩個都挺帥的 那時候除了這本故事就是阿姜的森巴 好可愛 最有印象是這些 其實我覺得Coco和法華龍給我最大的影響 是令我開始聽到你們香港的漫畫家的名字 是已經熟悉了 就是孫瑋君 我記得 看章田 章田 章田我都有看 那個年代 我沒有看過章田 多些人買章田看龍珠 但買章田不是用來看後宮系 那時候《伺出劍太郎》那些 就是在章田連載的 中後段 已經是 抱歉 但他有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章田 他是有香港漫畫家的 其實有 那時候文全都找了很多 新進的年輕人進去章田試稿 有些也是在日本拿獎 然後去了日本跟一些老師去學習 修行後回來再繼續連載 有沒有一些現在還存在的漫畫人 是那時候連載的 我記得《江記》好像有在《伺出劍太郎》畫過 這樣一點 是嗎 趕快打給他 我們馬上轉封煙字幕 還有些什麼人 其實童彥明你有沒有留意過 我記得他贏了比賽 還有曾建游也是有贏比賽的 是的 他們仍然有現役的 但市場就不是在香港 很合理 環伯拉香港市場就比較激烈了 我那時候是看Comic Fans 就是XM的女版就是Comic Fans 就是天下出的那本 也是天下 就是看《西拉門》 我那時候是看《西拉門》 有 以前有的 我最初就是看《西拉門》 好像是SS的 然後就看《雪晴老師》 然後看《雪晴老師》 《雪晴老師》 《阿寶》 很多 現在還存在的都有 就是《瑞雲》 好像有最近的新作 然後《貓十字》在台灣那邊 可能比較紅 他的成品也有很多 《貓十字》的書 現在說《裴館》 他在創造館 創造館有很多他的作品 是的 而且確實在90年代 有很多不同的漫畫雜誌 是帶起了很多本地的漫畫家 現在對比以前是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還有嗎 漫畫雜誌 幸運 我只想說還有一本 《特殊社》 《特殊社》 《特殊社》是仍然在維持出 類似Coco 但都覺得挺厲害 還敢出 OK的 因為他的營運模式又不同 他主要是靠特殊的 威力去幫助買玩具 賣產品 都是《蒙面超人》那一堆 超人和《蒙面超人》 很重要的 賣一條腰帶好過賣很多本書 這個正常 是的 其實除了這些《馬集志》之外 你們最早接觸的是什麼漫畫 丁當和柯南 下位 很快 只看了丁當和柯南 你最早看的 我已經說了兩套已經多了 但這兩套是很不同世代的產物 但當時買到丁當的單行本 然後又買到柯南的單行本 所以就開始了看 你怎麼會接觸他們 因為是看《蒙面超人》 丁當和柯哥買的 我哥哥是一個比我更加有窄的潛質的人 所以他很早已經開始看漫畫 Coco也是他開始買的 我們家裡別拆Coco 那段時間也算是買很多漫畫 只是比較 剛才說的實驗那些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偏向年齡層高一些 年齡層高一些 反而未必買 因為媽媽會看我們的漫畫 我找到哥哥這件事 我覺得挺搞笑的 因為哥哥買少年針 然後六歲就開始看貴正和的色漫畫 多年是色漫畫 我剛才在想 因為我是十歲開始看色漫畫 十歲開始看BL漫畫 然後八歲開始看色漫畫 我以為我已經很早了 誰知道你早過 上個星期有位 為何在這裡拍不完自己 拍不完自己做 你不應該做的 十幾歲看慈善療一 還是四年級 四年級看慈善療一 兩位都不枉多樣 我也是四年級開始看色漫畫 OK了 很厲害 我沒那麼早 因為家裡有 我看那些是被人加了姓剛的漫畫 哈哈 那時候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的 鹹心漫畫都是香港出版的 都是有落格的 是香港當年的老番漫畫 還是 應該是因為中文 我記得是中文 然後都遮了很多東西 很大條黑色的巴 黑色就不漂亮了 我記得我看天龍出版的 很多不同的老番漫畫 他們會用白油填了某些重要的部位 即是有一個無辜形狀 是的 但是就是那重要的一點 就幫你抹走它了 OK 我記得我看貴政和那些都未露到的 即是都是很曖昧 但是又未露 你那時候應該是看 Ice Ice 我還想說電影少女 對不起 我想說早些非逆人 大佬 果然是有很大的距離 我覺得也是 剛才Moza說 香港漫畫 武打和黑社會 在他的年代已經剩下這些 但是我開始看的時候 是有鬼 夜眾會 很多的 甚至是純愛的漫畫 有搞笑的綜合漫畫 武打是主流 時裝都有的 其實 第一本看的薄妝 香港的漫畫 應該是肉狼漫畫 我也是 是的 我想我們那個年代 很多都是先接觸肉狼漫畫 那本就是一本 薄妝尺寸的 綜合漫畫雜誌 是當年 民傳的前身肉狼機構 他旗下不同的住筆 每個星期畫一些 基本上是全部短篇 除了一個肉狼劇場 慶珠畫的 通常是兩期 兩期完一個故事 兩期至三期完一個故事 我記得 另外有時候會找一些當紅主編去畫 可能四至六期的特別篇故事 都有 都有的 轉了大家 是不是現在輪到周小某講 不是 我想說Adam剛剛在那個直播那裡說 同時也有看過這些比 桂正和一點都不色色 我認同 但其實桂正和 對於六歲來講 六歲小朋友來講 我很記得那時候 我是打開少年針 然後看到IS那一堆 立刻合上一本書 立刻藏起來 我怕媽媽知道我看這些東西 我們那時候 我讀中學 我讀中學的時候 就是IS最流行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是 有個老師開組會的時候 然後提大家千萬不要帶一些色情碼回來 例如IS 大家要看IS 大家上IS課的時候 看教科書就可以了 我們那時候 這位老師很爛 很爛 因為她是教IS 然後她很喜歡掛IS在後面 但我懷疑她應該是桂正和粉絲 應該是 她這麼熟 我很少老師跟我說這些 我那時候是電影少女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經常常租漫畫 有些少男去漫畫 你買那本漫畫書有些奇怪的 你拿那本書出來 你看她揭得很隱秘 到處看看 才揭露一頁來看 少年太年輕了 對 而且確實 當年在漫畫店 要租一些貴正和 這一類比較特別的畫面 的書 是要收起來收起來的 但是我很快已經 我那時候是穿著校服 而且去買一些 有十八禁封條的書 我一開始還很緊張 然後那個書寶灘 就怕什麼 人家都敢買 年代不同 現在連孔明穿越那套 都要加封條 你就知道那個細度是改變了 所以我們要嚴正聲明 未夠十八歲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買這些R18的書籍 十八歲以上的人買了 也不可以讓小朋友傳閱 但是如果你不想讓他在那裡 就沒辦法了 我們可以繼續 小朋友主動看就更加沒辦法 我在學校試過買中學 買了一本游人的漫畫 我不記得是什麼 其實我不是打算看鹹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的工具很漂亮 接著上課拿來看 誰知被阿sir發現 接著收了一本書 但他沒有掀過來看 接著我就有點懶惰 糟糕了 如果他掀完來看就很嚴重 接著我就看另外一個同學 是剛剛買了一本龍珠的 接著我就跟他說 你先拿這本龍珠來吧 接著給了我 接著我坐 我坐那行 應該這麼說 在阿sir的桌子前面那行 整行移前 接著坐最前的人幫我換了一本書 很驚險 這些場口 如果換不切的話 就出事了 就出事了 我阿龍珠有得你收 我媽媽都不會說我 我最怕那次是看街霸 當時許經心的薄妝街道法王 都是在學校看 那些老師都是在那裏巡 我們就看一個櫃桶裡面慢慢 逐葉忍逐葉忍 很緊張的 我又想很快看到故事 但是老師他又在那裏 不斷地循來循去 是幾經辛苦才輪完那三十多頁 為什麼不等消息才看呢 等不及 通常我們在Lunch買回來之後 就想馬上看 我當年那種冒險的感覺 就是開飯之前 都是要偷吃一點點菜才最好吃 那種感覺 我明白 我對偷吃就沒什麼感覺 偷吃飯送而已 好 我們回到這個偷看漫畫那裏 其實你們以前學生年代 會租書多還是自己買書多 租書多 兩樣都 Coco那些都是買 租書就 租會租合訂本 接著就買連載 什麼 租就租合訂本 買連載 對 阿媽媽可不可以說錯 為什麼 沒有 不是 意思是 Coco 別冊Coco 法羅龍這些 每期有很多漫畫 那些就叫做連載 連載我就買實體本 然後去漫畫店 就看租書 但是說起這件事 突然想起 剛才我說的 我現在少看了很多漫畫 其實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太想看實體書 但又沒什麼錢 以前我讀書的時代 可以看得更多漫畫 是因為那時候學校附近 已經有一間租書店 在附近 我變了放學的時候 有時候走去 它是那種 每本收三元 看多久都可以 但是我通常一看一兩個小時 所以我會拿好一搭 然後就給錢 然後坐在那裡看書 但是現在已經 你會坐在那裡看嗎 我喜歡坐在那裡看 因為背回家很麻煩 坐在那裡看挺好的 我都很小的 通常那些人好像喜歡拿回家 我老闆都挺好的 我通常 那時候 我比你那個年代再久遠一點 我租完是 我每天放學 大概會在租書店租十本書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多兩元一半 你租十本就好像十五元 我就捧半個小時回家 然後看完第二天就要捧回去 環書 就是這個過程太痛苦了 我覺得很痛苦 很壞 我想現在租書店 香港寧寧可數 其實不只租書 就轉來看電影也是 雖然現在就說多了很多 Netflix那些去選 但是曾經有一段時期 因為Blockbuster那些收拾完之後 那我也很少機會去 可以一個 有一間店舖給我去選 我想看哪一部電影 以比較低的價錢 去回家看 現在就變成在網上看 是同樣的原理 我覺得 那個氣氛有點不同 我小時候覺得租漫畫店 小時候有很多 但是我變成 因為我現在在這裡 大家的年紀最輕 所以剛才 不需要特別提及 我意思是說 租書店這些可能是大家的青春 但是我那時候 去到我青春的時候 這些租書店 或者租商店什麼都好 應該是 已經消失了 有些閱讀咖啡店 進去坐下 放了很多書 給你看那些 而我小時候 家裡樓下 那些商場 都是有漫畫店 但是那時候小時候 看到那些漫畫店 我那時候覺得 裡面是很神秘的地方 還有總是覺得 不應該亂進去 因為覺得那些書 那些書全部都有封條 因為你要知道 我小時候看 哪裡可以看到公仔書 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公共圖書館 另一個就是那些漫畫店 公共圖書館來說 對我來說是寶藏 因為全部都是老夫子 多拉蒙 是一些我可以看到 而且我會享受到的漫畫 多拉蒙 各位聽眾 你聽聽 多拉蒙 姚希倫是用多拉蒙 這個名字 是跟還是定當 沒有問題 你的名字是沒有問題 跟回你的世界觀 是對的 我們的聽眾 原來有些人是用叮當的 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借的書 那些書都是寫著多拉蒙 另一個可以借到書的地方 就是那些漫畫店 所以對我來說 那些漫畫店 對我來說 就好像是一個可以大人 才能看到的漫畫的世界 我一直都很引頸以待 想進去 但是奈何 到我去到青春的年紀的時候 那些漫畫店 在我家附近那些 就全部已經沒有了 現在去到信和 我當然是可以 肆無忌憚進去看 有少許那種感覺 就是三樓的漫畫店 有那些感覺 但是始終青春這些都是一去不返的 所以都比較羨慕大家可以 經歷那個 校服寫十八禁書的時代 我沒有寫十八禁書的 是在旁邊的位置 我買的 我剛才引起說話 在說的時候 我很懷念 因為我突然想起 就是我那時候都是不停租書店買書 不是租書的 然後之後 我是怎樣租書 因為沒什麼零用錢 我就經常都把我爸爸 買回來那些東方日報那些 就拿去垃圾那些站那裡買的 我記得是 然後買完就有十多元 就是拖著一車車 你老爸看那麼多報紙 是呀 當然我要累積很久 就是那時候是說爸爸會每天都買的 是 然後之後就 就是很久之後才得過 就是我忘記了十七個人馬 但是總之是可以租到十幾次書 是 然後之後就去租 還有那時候 就是我很小時候 可能我日本長大了 所以我很小時候 對於版權意識就已經很重了 就是我會很看不慣周邊的同學 就是同學 你搞錯呀 上網看班版的有沒有搞錯 然後我就會去三文租書店那裡看完之後 就覺得 我覺得這本好看 我就去買正版 就是我會是這樣的消費習慣 就是我當時就是 那問一下大家 你們現在怎樣接觸一本新的書 就是有什麼令到你 這本漫畫不如拿來試一下 首先 首先 剛剛有說起我接觸漫畫資訊 通常是在台灣論壇 另外說 接觸新書的話 例如 我之前會去信和 因為為了省錢一點的原因 我有時候會去買一套 買一套已經很久之前出的漫畫 但是我看了一次之後 然後我有少少後悔 買了不是不好看 因為實在太慘了 所以我已經不想再再看一次 另外還有結解師 也是因為有一次就在見一機漫畫店 看到整套賣 那我就整套搬回家 你現在的喜好是喜歡一套一套漫畫的賣 如果那時候的心情 各種天使地利人和 是對的話我就會買 最後那套什麼 Skate Dance 就是在Drum裡面 之前連載那套 校園形換團 校園形換團 那套又是 因為朋友說好看 那我就買了回去 這樣 就是這樣的方式 但是你選書 除了你在網站看到 它是好評 那你就會去接觸 那你還有什麼 根據自己的喜好 還是 其實我什麼都會試 總之一套 我就搬回去慢慢 其實對我來說 要先有個視穴 是很重要的 我突然想起 例如說十年前 我在日本那時候住 在日本很多那些 叫book off的二手書店 然後 我就經常在那裡打書釘 但我有 很多都包住了 不是 book off是開的 全部都是開著的 一包轉通常都是一套 那些 那我就會打書釘 揭幾頁 揭十幾頁 然後覺得有興趣 就再買幾本回家 那時候 我特別想說 好像有一套很冷悶的 這套應該大家沒聽過 叫做R中學生的漫畫 當時是我朋友介紹 因為當時到漫畫學校 所以就變成漫畫的同學 有時候都會看很冷悶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說這套好像也不錯 借你自己去 然後有些我就 有些 對 R中學生這套是很冷悶的 我相信沒有太多人看過 但是 挺特別的 因為它是描寫著一些 日本的中學生那種很血淋淋的色情的習慣 即是說他們明明是中學生 他們不應該去接觸這些東西 但是作者就是要寫他們去接觸到這些東西的 那種青春期、思春期所帶來的問題 我還是不要再說下去 不要緊的 我們可以的 你不要詳述描寫動作就可以了 我講第一個故事 總之它第一個故事已經很震撼了 因為說 那個男生有一次清潔 在學校幫忙做粗垃圾的事的時候 就突然間覺醒了 對你用過的M-gun的氣味的性癖 這樣就開始說 然後被另一個女同學發現了 但是那個女同學其實有喜歡那個男同學 所以他不好意思去告訴其他人 他就可以提供這些 對 就是這樣的 這種好與合流的故事 我們又問一下周小某 其實你現在接觸漫畫的途徑 會是有聽朋友說 還是有聽友台的漫畫評論 其實我很少聽友台 你主要是上友台說的 我上他的廁所是多過聽他的節目的廁所 我主要都是用網上 大家知道的那些途徑去發掘一些新書 因為我不是 好黃道的那些 通常很多人說好看的那些 通常我都覺得不好看的 例如我們待會應該會提到的鬼滅 那我變成我 因為我畫色的東西比較冷滿一點 就是我喜歡的喜好不是那麼熱門 那我就會嘗試去發掘一些看封面 還有看名字 去看看哪一本書 檢望我的眼圓 就是我開一個漫畫APP的時候 我會首先篩走所有鑽生開掛的系列 其實是鑽生的 有些是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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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是鑽生大小姐 我就會看 大少爺就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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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些可能說成人戀愛的 我會看 尤其是說什麼出軌 我全部都會看 然後一直篩下去 奇幻是會看 其實都是看一個名字 我去猜它是不是很大路的 很大路的我就不看 覺得它好像冷滿了 我就會開 可能幾集 對我就開始繼續看 然後看到它我覺得 這套一定要買的時候 我就會買了它 多數都會先在網上接觸 然後再轉回實體的收藏 另一方面 就是去日本的時候 其實我會去曼德拉奇多一點 我也有去 有很多同仁自購 兩間Block off 和這間我每次去日本 哪個城市都找一下有沒有 因為Block off 基本上你首先是撞走神 但是它是 因為曼德拉奇有幾間館 尤其是在中野那間 中野那間 那間是會令到人破產的 中野那間是特別多 我喜歡看的類型的冷門 中野那間是什麼都多 因為它有很多個 很多間分館 其中一館是最多我喜歡看的 因為我自己會喜歡看一些 很難形容 例如我在那邊發掘了一個 我現在超級喜歡的馬拉家 今日Machiko 他畫的東西是很輕 很透明的 一些戀愛 我沒有 我只有這種圖 怎樣形容給我看 線條很簡單 用色很油 很淡淡的 我會用很透明來形容它 空氣感很重 空氣感超級重 然後它就會比較多說一些 中學生年紀的一些 幻想色彩比較重的一些故事 我就是在曼德拉奇發現了它 然後買了一本之後 我第二天就馬上截開 然後買了所有有它的名字的作品 這樣的情況 厲害 那Moses呢 你除了在Studio可以接觸到漫畫之外 現在還有什麼途徑會試新東西 試新東西 我想可能會比較少 就是我們之間 好像我們之間聊天 不是會講 對 比如剛才說的也是這樣 反而我自己又沒有很抗拒主流漫畫 還是又沒有特別要找一些非主流的 我自己會喜歡看一些題材特別一點 另類一點的故事 漫畫故事 但是有時候看一些很正路黃道 甚至《鬼滅之刃》 很多人說不好看 但是我自己覺得不是很好看 但是偶爾看我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一個人可以吃很多餐 你不用餐餐 你不用餐餐 餐餐都要吃一些很偏的奇怪的 不用餐餐都很口味獨特的 有時候可以吃一些大路的東西 對不起 不要緊 日拉兒你可以盡情發表 我只是講起這個主流不主流的問題 我自己也有看《鬼滅之刃》 另外我之前有看《B-Star》也算出名了 但其實我自己會迴避去看 每個人都說很好看 因為我不想令自己很痛苦 不想令我覺得很自卑 自卑為甚麼 因為有比較自己的作品 沒錯 柳剛成這種人是不會明白的 我又覺得不 因為你自卑底 我又覺得不用 我沒有特別去迴避 但應該說去到《鬼滅之刃》這個程度 有時候我是聽另外的朋友去說 我會先聽朋友的意見 他覺得我應不應該去看那套漫畫 我有個朋友都是看很多漫畫的 我會問他的意見 他比我看得更加多 那些廣漫他都有看 我覺得可以積極一點 又不用覺得很多人喜歡看 然後看完就會覺得 作為一個創作人看就會覺得自己沒有別人那麼聰明 反而我覺得就當作做心理研究 為甚麼那麼多大眾都喜歡看那類的東西 如果看完之後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那麼多人喜歡看 那就只有一個資質 但如果發現自己都喜歡看 可能自己都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特別 現在有事 對不起忘記說我的點子 也有一個原因是當全世界都很好看的時候 我覺得我會把那個標準拉到很高 反而我去看一些沒甚麼人評價的漫畫的時候 我可以在一個零的起點那裡開始去 真的直接去接觸覺得這套東西很好看 即是沒有預期就不會有失望 確實所有作品都是這樣的 多數人說不是太好看的 就像阿凡達那樣 那你就去看吧 多數都有驚喜 戲也好 漫畫也好 劉剛誠呢 你現在還有沒有時間看漫畫 有啊其實有 因為剛才就是中間打斷 因為我介紹著我看的有色漫畫 其實令我就會爭取每年的安古蘭 就是過去拿一萬多元說的字 過去一夜掃光那些 我在香港沒有可能看到那些書 可以慢慢看 我都想去的 還沒有幾個 我想去見識一下 他就說今年6月 但我不知道疫情如何 總之我就是會爭取每年安古蘭 去買所有的書回來看 即是我會根據封面和揭量 即是越是覺得陌生 我是越肯買的 即是你比較喜歡接觸到實體書 然後看看才去決定 入不入手 這樣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因為我是從小時候 即是日本長大 開始看日式漫畫大 然後之後 當然我會 即是我都一直看 都會慢慢看到 日式漫畫 那個主流漫畫 裡面那個蜜樂的變化 即是可能在說 一開始就很單純二血的 One Piece 去到可能 即是死亡不記 終於有些陰暗面的 黃道漫畫 即是他可能 是否黃道漫畫都有爭議 是 然後再去到 即是港談社進擊的巨人 更加陰暗 即是那個趨勢 是看得出有分別 但是 即是他們都是在日式漫畫 那個主軸都發展 但我又覺得 即漫畫這個terms 即日式漫畫 都是它那個漫畫的分支之一 那我就 即會覺得 自己都既然看了二十幾年漫畫 那不如看看其他 即是美式的英雄漫畫 也有看過一下 即是港漫畫 也有叫做 接觸一下 但是我覺得 相對最陌生的 即暫時都在歐洲那邊 那就選看那邊的東西 先 所以就 即這陣子的口味 都是選 即每年去安古蘭看那些 即相對 不會說 很入大家眼的一些 獨立創作作品 但我又會覺得很有趣 是的 那麼多位你們選書的時候 比較偏向喜歡選一些 近代一些 還是你們會不會有興趣去探索一些 很古代 即對於你們的年紀來說 可能是四五十年前出版的作品 都會的 因為 即我 由二十六七歲開始 即我霸了自己的年紀 但即我由二十六七歲開始 就 開始 喜歡研究漫畫這件事 即我會喜歡想 漫畫的發展 密落那些東西 所以就會開始 即覺得 即如果只看當下的漫畫 好像 是 好是 好是 一個觀眾角度去看 但我自己會覺得 你想好理解漫畫的 那就不如 即研究一下它 所以就會 即譬如 即亞洲的漫畫會 了解一下 但又不至於追 即了解一下 風至海 或者是榮念真 這些 即很舊時代 即都會看看 即會 了解一下 那個發展 密落是怎樣 又或者是 大陸的年環畫 至到現在的漫畫之間的關係 北齋漫畫 至到現在那些 即北齋 跟可能 即我在中大藝術學 那些什麼印象派 又好像有些關係 即好像慢慢 可能到越來越遠的歷史 即我盡量不說得遠 總之就是會覺得 研究歷史本身都越來越有趣 有拉兒呢 有拉兒 很學術性 我們這個節目很學術的 OK 沒有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重點預期說是年代問題 不如說其實那套漫畫看不看得懂的問題 如果你說很舊的年代 我會擔心 是會不會 他們當年的題材 可能會比較難以理解 即比較戰爭時期 那些 好像之前有套電影 那套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 《一魚爪》 好像是 對 那時候我會有一點點 好像 不太明白 我要上網去找一些影評 去了解更多的故事 另外 反過來就算是現代漫畫 有很多現代漫畫 其實都會是完全不想看的 就是因為有些可能是分鏡 有些是 題材已經根本不想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不是年代的問題 是看不看得懂的漫畫問題 我也明白 即是可能有些東西 即是比如 手松自從 即是用我們現在的眼光看 會覺得 就是 好像很平平無奇 但是又會想 就是因為有這些人出現 才能吸引我後代 即是我會代入當時 時代底下的那些讀者心態 去理解當時 時代意義的作品 那小茂呢 小茂你這麼雜食 那些古代漫畫 你好不好 古代古道 在北齋 我是很喜歡的 沒那麼古代的手松 我也是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 就是奉手松為神 我覺得漫畫 所有漫畫家都應該好像他一樣 即是創作的內容 是要有人文關懷 是要劃分景 是要有實驗精神 即是 我覺得手松是永恆的經典 所以我一定會看 但是如果是說 80年代那類 我就反而沒有什麼大慶祭題 即是那個年代有一陣 我是不能接受的 即是北斗之拳的那個年代 是啊 即是租組第一、二部 我也不太喜歡 我是由第三部 租組第一、二部才是最好看的 我是由第三部開始看 不過我也有朋友 是建議由第三部開始看 我也是 其實我是由 Prison Break的部開始 看了一、兩集 然後再跳回去 由第三部開始看 因為第一、兩部我真的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那個畫風 還是他的聚事方法 畫風和劇情都是搞笑的 但是我理解不到那種思維 然後就不想看 然後那個年代有很多書 其實都是這樣的 即是北斗、超級多肌肉 那些我沒有興趣 然後 丹尾其實我也不喜歡看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所形容的那陣丹尾是什麼 雖然我看Bio 但我不喜歡看三味 所以那個年代的我不會看 但是 總之好看我就會不分年代這樣看 如果那個年代有些好看的 我也會看 即是阿基拉那些 那些就看 阿基拉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 那老一些 還有什麼我會看的呢 我想 愛宇誠那些你應該少接觸 沒有啊 對 那個人 那個人 愛宇誠我有看 七金剛那些有沒有看過 七金剛其實都靠的 什麼 這是什麼 呼嚕十三 我想他們就更加接受不到 你試試一邊數 新一點 可能我就會開始聽 沒有啊 我們還是看Dollar A夢 我們請看Dollar A夢 我忘記了 講一下他 剛才Jojo你也看 我又怎樣 但你也是由第三部開始看 也不是 我是由第一部開始看 所以我看第一部的時候 很多位置我都看得很想笑 OK 波紋疾斗那些 對 還有那些無緣無故 剛才他們很年輕的時候 剛才說的那兩集 又說殺了隻狗又怎樣 然後不知為何會很好笑 他們的反應 很誇張 很誇張 我反而喜歡 我又不可以說整個歐洲的漫畫 都是很新鮮還是怎樣 但始終因為日本甚至美國 他們大家都很產業化那件事 還有他們多數是有一條很完整的故事 他們想要說某些故事 但有時候歐洲人他們畫漫畫 全部都是因為獨立獨立畫的 多數 所以他們想說的話 未必是可以很完整的告訴你 而是透過連環圖像 來講講這件事 所以對我來說比較有趣 因為我覺得要看看 大家在看漫畫圖中 究竟是想吸收到什麼 如果你想吸收故事的話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媒介 例如你可以看電影 你可以看劇 可以看成 所以如果我作為觀眾看漫畫的時候 我就想有些東西除了看漫畫之外 是在其他那裡吸收不到的 而可能歐洲漫畫那邊的東西 就比較有新鮮感 可能這樣 自己就會這樣 我自己會比喻 因為日式漫畫多數都是以連載主導 我自己會感覺好像是 在看很多電視劇 而歐洲因為 多數都是比較 一本書完整 所以感覺像看一部電影 之後我 閱讀體驗不同 還有因為我閱讀習慣都在改變 因為個人越來越需要 賺錢 工作 還有自己要創作 所以可以分配 連載漫畫的時間都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閱讀習慣都傾向是看 好像看電影那種體驗的 Graphic novel多些 還有會覺得 Graphic novel 歐洲那邊 一本書過完那些 因為其實你閱讀的時間成本不高 相對可以看到很多類型的作品 但是我又不想斷了本身 看日式漫畫那種閱讀習慣 所以又會保留一點點時間 給兩三個作品 Quota 最近就是 Doctor Stone和 俊基的巨人 這樣 但是歐洲那邊 我會覺得是 有一種看電影的感覺 就是一部一部很完整的作品 它沒有 跟編輯的什麼關係 令到連載的期限會受影響 還是要怎麼 即是她就怎樣 整個辦公宿 這個字雖然很簡單 但我們在說可能已經種類有很多 例如剛才日本那一隻 還有歐仔那一隻 總之都是文化 但看上去的經驗是不同的 而為什麼經驗不同 就是說可能假設一個人看了比較多日本那一隻漫畫的很完整故事 或者他們本身的故事是靠他們的分鏡對話來呈現 如果一個創作人是用這個框來思考的時候 他畫出來的故事自然會有那種味道 但相反如果他本身是沒有這個框的 他純粹就是想一個畫面 或者他是想一個移動畫面 然後他把移動畫面畫成漫畫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叫漫畫 只不過廣播漫畫不是我們本身看日本那一隻漫畫 所以我自己看日本漫畫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偏向有後者那種習慣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如果想一些做創作的時候畫漫畫的時候 其實我們怎樣去想個故事 一開始那個故事是怎樣在腦裡呈現的時候 都很影響我們畫出來的風格是怎樣 就是我突然這樣想過 還有創作都很關閉閱讀經驗的 就是我早期都是畫日式漫畫 投稿去好像漫畫到這些平台那樣 但是後期因為去了一次安古蘭 立刻畫些東西又轉了那樣 那樣是純粹是因為閱讀經驗令我受的刺激不同了 所以就覺得啊 就是我自己都 inspire著這些閱讀經驗 所以令到我的畫畫那個方向又改變了 就是我自己都傾向是 我自己現在都很傾向是畫一套套的獨立作品 多於畫一些很長期的連載 所以我現在自我介紹的那部分好像說得很長 但其實純粹是代表我自己 是現在創作很散修修一個個作品 獨立作品去呈現 我現在因為我很雜色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就是開始要畫東西的時候會很失敗的 所以我是會在開始鬥一份稿之前 瘋狂地看回一些我喜歡的類型 就是我真正喜歡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今天Machiko或者寶石之國那樣 大概是五至十本左右 然後才去畫自己的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我會有點飄去日式商業漫畫那種風格 要花很多時間去調整自己 明白 嗯 果然看不同的東西都很影響漫畫家生產出來的東西 順帶一提起所有段時期是經常看同人漫畫 就是我以前創作那些 那時Pixi開始興起的時候 小什麼啊 劉光誠 我想你有沒有看過 劉川峰和煙木花的那些BL漫畫 那時候是 事正聲明同人不等於BL漫畫 OK 都是同人的範疇 總之有段時期是瘋狂去看日本人的同人網站 因為當時仍是網站 有很多個人網站的時期 還有他們有很多分類 我當時喜歡《逆傳裁判》這款遊戲 還有一些很冷漫的漫畫 香港找不到同人 台灣找不到同人 我唯有去日本找同人看 為什麼突然間看那麼多同人 有什麼吸引你那一陣子 這麼喜歡看同人 其實我們看同人作品有一個好處是 可以接觸到很多種畫風 很多種人畫的漫畫風格 就不會被局限了 我只看這套漫畫 例如說商業漫畫都會有一種 規定在那裡 一種 商業套路 但是同人漫畫 大家都是一個 很自由地畫自己想畫漫畫 所以我覺得都對我很大影響 我覺得你說的應該是指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人 他們說話的手法都會不同 但是如果是十個不同的人 對於同一個題目 同一個故事去重新演繹的時候 你會見到一個不同的可能性 例如說我本身是作者A 去寫自己故事A 但是你沒想過原來BCDFG 所以不同的人去畫同一個故事 是會有完全不同的風味出來的 可能一套熱血黃道會變成小女漫畫 或者變成精彈漫畫 那個variation是很有趣的 我剛才也有說過我喜歡看那些配對 變成看同人是最能夠滿足到這個慾望 然後看配對的時候 我開始發現原來世界真的很廣闊 有A乘B乘C乘C乘A到那裡 即是你是可以拆和可以交換的 都不是 其實我會 如果看那套漫畫 譬如怎樣說 譬如當年死神秘有很多角色 即是Bleach 有很多角色在裡面 演一裡面的配對都有很多 我可能有比較喜歡吃這對和這對 但很多時候那些作者 可能會畫這對又會畫另外那對 我就會順便看他喜歡的另外那對 但你拆CP是可以的嗎 我自己Bleach的 我那時是喜歡戀次加露奇亞的 後來我發現 你放XP 是啦 我不行的 這個不是XP 我不會特別去找來看 但我現在就 當年我會比較挖強一點 不可以看我不喜歡那些配對 但現在已經看得很快 始終年紀大了 我開始不所謂 都不用勉強看的 隨緣可以 我自己沒有太太看同仁 但剛才聽到一個概念 我覺得令我覺得挺有感覺 就是譬如一個故事 由不同的人處理 去演繹是可以有不同的感覺 或者每個人畫風已經不同 然後每個人的設立點也不同 這件事我覺得挺有趣 我經常在想 如果香港 我自己無聊在想 香港如果真的有本的東西 你一個故事 然後給不同的人 可能是有連續性畫一次 然後每個人不同的畫風 其實也算是同仁智 還是異創 這就不是 如果原本的故事 是屬於你 或者是屬於那個項目的 那都是原創的 即是同仁智就是基於別人的故事 例如我們全部人都畫一次尼蘇的改編 這個就是同仁智 因為我就是完全沒有點過同仁智的人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Moses說 同一個故事有很多人畫的 其實香港漫畫 博裝 正正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換著筆 或者換著編 甚至乎換一個編劇 即是現在的龍虎門系列 我正想說龍虎門這個IP 是經歷了N那麼多作者 編劇 無論畫風 講故事的手法 甚至乎人物的角色 都扭過N那麼多次 所以這些其實他們是用美國那隻公司形式的運動法來運動 即是Batman那樣是一個IP 其實又未去到那隻 因為他們必須要延續 黃小虎是中的 他一定要去打壞人 即是又不可以扭招 突然之間黃小虎 我不知道誰 黃小虎是哪個壞人 會有點像Marvel的Universe 比較近一點 比較特別的就是他們最近 近年 將其中一個奸角 即是在二十年前一直做奸角 做到最近 就變成了大俠 這個都幾成功洗白了一個角色 令到他可以自己 即是那個奸角出來擔一本書都可以 是不是即是黃蜂蕾 不是 當然是火雲大喉 火雲邪實 所以是不懂的 但我覺得這樣會好像 Gundam origin裏面的瑪莎 他突然批出來做主角 然後變成好人 因為我們小時候 Martha一直都是好人 小時候看20079的時候 你覺得他是壞人 阿寶是壞人 那你太早熟 阿寶是錯的 那聯邦一向都是錯的 是沒錯 除了他有吉姆這件事 實在是非常偉大之外 渣古才是黃道 現在沒有消耗了 我們下次再說 我們下次再討論 下次再討論 那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其實一會咪後 我們就會繼續跟四位嘉賓再錄多一段 會在之後發佈在我們podcast的平台 那另外就要再提提大家 我們接下來2月6號7號 都會有一個賀莲或輝春的事集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資料的話 那下星期可以留意我們Facebook的post 那今天多謝四位嘉賓上來的 謝謝 多謝你們 還有預告一下下星期 我們是請到一些比較又再成熟一點的嘉賓上來 包括就是麗特泰榮 草日老師 還有江記的 同樣都有我和Jackson在這裡 那希望下個星期 你們都能夠可以在Facebook 和我們一起催一下漫話說 那多謝各位 拜拜